好, 當然要問黑白無常那邊 你們兩位, 有什麼留言? 好, 大家多留言多點 師傅怎麼辦? 多點留言, 我們才能夠選別人 沒錯 我們有個網民, 他說 如果家裡的小孩經常病 和大人幾個月都不停跌倒 他想知道蟑螂是否有事? 那就要先找人看風水 對, 找人看風水 要找人看風水 風水剛來的廁所位是今年的五王位 或床在五王位也很麻煩, 好嗎? 先看風水吧 知道, 我們在社群網上網民 菲菲說他每次吃過貢品就會肚餓 所以村長很好奇 貢品是否不能吃的呢? 不如這麼說, 貢品有兩樣 拜神那些是未必讓你吃到的 但拜祖先那些是讓你吃的 可以吃的 那個就… 祖先是自己人 是 你介意吃你男朋友的口水嗎?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你不介意 但是神吃過的東西, 你再吃 你有沒有問過他? 有沒有問過他給你吃? 如果不讓你吃, 你就肚痛了 很簡單, 拜神的東西都可以吃 但你要問過神, 不好意思 我們供完禮, 可以拿來吃嗎? 他一定會讓你吃, 你問他一聲 你明白嗎? 說一聲就可以了 說一聲就可以了 知道, 好 好 好, 繼續留言吧 快點送獎品 我們今天很精彩 送獎品… 送獎品最重要的 問題先 問題就在這裡 今集問一下村長 如果村長有供養… 如果有一天, 你會去供養古曼童 是… 希望這位小朋友的性格像誰? A, 是Darren B, 是我, Jojo 村長 我不會供養古曼童, 好嗎? 不是吧? 兩人都以為嗎? 是, 不如這樣吧 爸爸 不如這樣吧 提示就是要養鬼仔, 是吧? 古曼童 沒有養鬼女兒, 所以我就選擇某個 我不做人了 好, 我就以一個很開心的態度 去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想贏到 好, 開鍋水晶樹 以及深深師傅的七色花茶淨身包 快點去賣TV Super那裡打問題 好, 快點去玩遊戲 馬上請出我們今晚的師傅 今晚說古曼童 養鬼仔, 很多人都不明白 我們不如請一位專家出來 就是泰國法科的專家 也是師傅 我們有請Frankie Franke師傅好, 歡迎歡迎 你好, 你好 你好, 請坐吧, 師傅 謝謝你帶了這麼多古曼童 還有剛才我們留意了一件事 因為我只是想買一件事 你的小朋友是會喝汽水的, 是嗎? 是, 你請他喝汽水, 當然會喝汽水 因為我很神奇, 三杯汽水 我們剛才研究了一件事 三杯原本是一樣高度 但如果有一杯, 是沒有這樣 是, 我們最右的那杯是少了很多 我想問, 很多人都不明白 古曼童和養鬼仔有什麼分別? 古曼童其實在泰國 是經由一些佛白開光的小朋友 大部分都是一些腰節的小朋友 或者一些… 英靈 英靈 但是養鬼仔, 比較邪述一點的東西 大部分養鬼就是鎖住他的靈魂 不願意的, 小朋友未必願意 但只不過是一個巫師 就是, 綁住了你了 是 我要你做一些…可能是一些壞的事 甚至乎要用到一些血去養 其實如果古曼童不做壞事 但是養鬼仔, 那些鬼仔是做壞事的 可不可以這樣分嗎?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他們受佛法 受佛法 受佛法 在你製造的過程裡面 就是你願意聽經, 願意做佛法的弟子 你就做古曼童 原來是這樣 大家現在看到, Frankie帶了他在泰國神壇裡的… 這些就是鬼仔, 對吧? 或者叫古曼童 古曼童 對, 古曼童 我知道Frankie師傅 今天除了你一個上來做嘉賓 其實你帶了幾位很特別的嘉賓 就是我們前面的幾位小朋友 帶了幾位小朋友 可以介紹一下他們嗎? 對… 第一個… 是, 大家都喜歡喝東西的小朋友 好的 是 這個吧 是 這個就是女孩子 女孩子 對 我們…或者泰文我們叫古曼麗 古曼麗就是女孩子 對 古曼童 這個很精緻 因為這一類通常是被別人佩戴 例如袋子、褲袋 未必需要放在這裡供奉 明白 對 我看到另外一個比較大, 是 是, 這個比較特別 是 跟我有些出生入死過 是嗎? 對 發生了什麼事? 對 話說當時我在泰國學習這件事的時候 到處找不同的師傅 有時候有些師傅可能未必投契 甚至乎得罪一些師傅 是 這尊古曼童就回去跟和尚說 他說, 和尚你要跟… 因為我跟他溝通不了 和尚就找了一個人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有人去落你降頭 但是落你降頭的法術 你只需要把剪刀放在這裡 的確在那段時間我得罪了師傅 就是用剪刀的 就是用剪刀做法術的 所以這個挺有趣的 他回去跟師傅說, 救他 對, 的確在他打電話給我那一天 突然發生了三日笑 明白 很好, 很孝順 你照顧他, 他就照顧你 他就要拿我 我都沒想到